好 看看 真好棒 真好棒 好 看看 看这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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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棒 太怖了 好 看这个音乐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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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不错的 妈 这小菊花唱得真有味道 妈 这小菊花唱得真有味道 妈 这小菊花唱得真有味道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临江县长久以来饱受水患之苦 想重修堤坝 苦于经费难愁 因此才有今天晚上这场一言晚会 现在 我郑重地向大家宣布 我们的经费凑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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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请主办这场晚会的商会会长 也就是我们大发面粉厂的老板 于波涛于董事长 上海给大家讲话 欢迎 谢谢 谢谢大家的热情参与 也非常感谢在座的诸位 对小菊花京剧艺术的肯定 今天的晚会 也因为你们的支持 所以得到史无前例的成功和回想 在这儿呢 我们夫妻向所有出钱出力的同业先进 还有乡亲前辈们 深深地居一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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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艳福不浅的 各位父老乡亲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客人 都是最荣幸的 因为 我们的小菊花老板 唱完这出五家婆 就要告别舞台 一心一意地做余太太了 余董事长 请给大家数量 各位请放心 小菊花虽然离开这个舞台 但是她的艺术生命并没有结束 而是开了另外一扇门 现在我正式宣布 小菊花在不久的将来 将在凌晨开班授课 而且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目的呢 就是要把这个艺术 传授给家乡喜欢京剧的 年轻朋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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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没走呢 洗完妆就走 来 怎么样 我自己来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陈师姐又不是外人 我们能够结位夫妻 她也有功劳 是啊 要不是我在一旁敲鞭鼓 客人妹妹 哪有那么容易去点头啊 陈师姐 你的成人之美 我玉波涛永远感激在心 不必了 只要你答应我 好好地对待客人 别让他受委屈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答应你 我要好好地疼她 爱她一辈子 我会让她成为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师兄 好 好 有事吗 团长让我送你回去 我看 现在不必了 丁师兄 以后可人的西班开班 还要劳家二位鼎力相助啊 那当然 只要有用得到我们的地方 一句话随照随到 那我就先谢谢二位了 师兄 麻烦你跟团长说一声 我跟伯涛就先回去了 好的 二位慢走 再见 再见 他们俩可真般配啊 男人要有钱有势 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望 妈 我进去看一看 等等他们吧 你能等 妈呢 凭什么让妈坐这儿等她呀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神况空前 伯涛 你终于出来了 妈都等不及了 走吧 来 上了 我坐哪儿啊 两台车还不够坐啊 不是说好不等可人妹子了吗 没时间了 别磨蹭了吧 伯涛 我坐到前面去吧 不用 你坐前面 嗯 我坐下了 我家 Dreams 干嘛对着我傻笑 我不是在笑你 我是在笑我自己 真的很傻 怎么说 当初为了替爹还债 不得已 嫁给你当了三方 本来以为 一场交易的婚姻一定不会幸福 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没想到几个月接触下来 我对你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印象 那之前在你心目中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怎么说呢 伤人嘛 免不了一身同臭气 不过你对乡民的关心 和对巨义的尊重 让我发现你人后的一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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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爱上你了 所以我爱上你了 我爱上你了 我爱上你了 但我要是一个人 你会不会在原教 所以我爱上你了 多然后那边 我爱上你了 第二天 我爱上我 你只要你了 你无论 就是你 就是那双狗魂眼 把葡萄的魂都给勾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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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们瑜伽的媳妇 只要谨守本分 有所进退 是啊是啊 妈说的是啊 不气啊 妈您别气啊 老夫人 二太太好 等一等 谁的信啊 三太太的 给我 这么大碟子呢 好像是同一个人的笔记 谁 谁写给她的 今天演出石玉镯 你的一举手 一头足 一嘫一笑 无不牵动着我的心 夜里又梦见了你 你化身成为孙玉焦 我就是那富蓬 有个媒婆来促成良缘 见你眼望宝川 漆漆惨惨的 为一去不回的丈夫哭泣 我的心都碎了 我若是薛贫贵 绝对不会放弃 风华正貌的你 也绝不会令曲戴战公主 让你苦守寒瑶十八载 这是什么嘛 晴天霹雳 你怎么可以没有问过我 就答应于伯涛的求婚 为了替家里还债 你有不得已的苦衷 我能理解 可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能说舍就舍吗 相信你的痛苦 不会比我少 客人 我的爱 今生无怨 但求来生 行了 不要再念了 你的气唱得真是越来越好了 师兄 你有夸我 客人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等你公演完毕 我们开始开班授课吧 这一别 又要十天半个月 你要照顾好自己 别累坏了 我会的 你也一样 师兄慢走 好 看够了吧 人都走远了 妈 光天化日之下 在瑜伽大门口 跟个男人依依不舍的 像话吗 妈 我师兄 是为了开班授课来的 我送送他 也是应该的 少拿开班授课做幌子 你们俩之间 到底什么关系 只有你们自个儿 心里明白 妹子 你现在的身份的不同以往 就算是师兄 也得谨守分寸 瑜伽上上下下这么多人 几时双眼睛盯着你瞧呢 不是你想干什么 就可以干什么的 我行得正 做得端 不怕别人说闲话 好一个行得正 做得端呢 那 这是什么 说呀 这是什么 给我个说法 妈 原来您是为了这个 没错 这是我师兄的手帕 我们排练的时候 他借我擦汗的 怎么会在您这儿呢 下人整理屋子 在你床上找到的 都怪我粗心大意 用完了就随手一割 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误会 脸不红心不跳 你可真会输 好 这又是什么 妈 这又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 的 还有话说吗 妈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师兄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信给我 我不知道请您相信我 我真的不知道 行了 这儿是瑜伽 不是大会堂 少在这儿演戏了 妈 您听我说 妹子 这儿就是你的不对了 既然放不下师兄 当初你就不该嫁给伯涛 嫁给了伯涛 就得遵守复道 这隔三差五的跟你师兄在后院里没来演却像什么话呀 把伯涛的脸都给丢光了 二姐 我和师兄是在演戏 请你不要虚口碰人 你这是欲加之罪呀 我欲加之罪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假戏真做呀 所谓人生如戏真真假假 你是当局者迷 我们可是旁观者亲啊 所以嘛 当初我就反对伯涛取个戏子入门 果然让我给料中了吧 我真替伯涛不值啊 妈 您要是想说我 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您就直接说 但请您不要侮辱我们唱戏的 哎呦 哎呦你瞧瞧 他还说的挺理直气壮的呢 好啊行啊 有什么理啊 等伯涛回来 你跟他说去吧你 糟了 有人来过 天哪 怎么办 可人有麻烦了 怎么办 大 大大大 是你 你怎么又来了 你闯大火了你知道吗 闯祸 难不成是那些信 你赶紧走吧 你把可人给害惨了 可人怎么了 丁先生 你们的事情已经被老太太发现了 老太太非常生气 现在 就等着老爷回来处置 大太太 我跟可人 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越轨的事情 从多到尾 都是我一厢情愿 可人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 那些信是怎么回事 我 哎呀 我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 总之 那些信不是我寄给可人的 是被别人偷走的 有人要故意陷害我跟可人 怎么会这样 不行 我要去见老太太 我想她当面解释清楚 哎 等等 哎呀 你现在去 老太太正在气头上 你这一去无疑是火上浇油 你别再找事了 赶紧走吧 不行 可人是被冤枉的 我不能一足了之啊 你执意要去 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 这对可人一点帮助都没有 可是 好了 别可是了 你半夜四闯渔府 幸好碰到我 要是换了别人 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好了 听我的劝 赶紧走吧 我 走啊 哎呀 你快走啊 快啊 他 那 都 没 不能 这个误会太大了 博涛会不会受了老太太和二姐的影响 不 不会的 我要对她有信心 可人 师兄 你怎么回来了 快开门 我有话对你说 不行啊 老太太已经怀疑我了 如果再让人家看见的话 真的解释不清楚啊 你赶紧走吧 我明知道瑜伽 有人对你不利 你叫我怎么走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请你说 我刚刚遇到大太太 我才知道 我写给你的信 落在老太太的手中 师兄 你为什么要写那些信啊 本来那些信 只是写给我自己看的 可万万没有想到 那些会被别人偷走 这样也好 既然我对你的感情 已经不再是秘密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可人 我爱你 我一直深爱着你 你搞错了 你真的搞错了 你爱的是戏台上那个我 不是生活中这个我 不 我不要再压抑自己的感情 我要带你走 嘘 你 你听我说 我现在已经嫁给瑜伯堂 这儿就是我的家 我是不可能跟你走的 可人 瑜伽你不能再待下去了 你有没有想过 好端端的 为什么有人偷我的信 为什么这些信 会落到老太太的手里 这分明是有人处心积虑地 算计你容不下你 既然这样 我带你走啊 天下那么大 前些总会有我们容身的地方 哎呀 你真的不明白我说的话吗 我说了 我是不可能跟你走的 如果我们这么做 不是中了别人的计吗 不 再说了 我是清白的 我不害怕 岳崖有残有势 你一个弱女子怎么跟他们对抗 只怕轮不到你解释 他们就已经为神仙判了 如果真的是那样 那也是我的命 不 你是被我害的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面对 我求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你赶紧走吧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的啊 不行 走 可人 要走我们一起走 是什么 我求救你 那如果她找不到我们 是什么 我求救你 不行啊 是什么 我求救你 不行啊 我求救你 眼见为凭 现在该相信我的话了吧 是人知面不知心 我这么信任你 瑜伽大约任你来去 你就这么报答我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 今天你又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信不信 哎 啊 活头 我和师兄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那样的 我都亲眼看见了 你还在狡辩 你把我当傻瓜啊 为什么 嫁给我 为什么要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呢 为什么 啊 啊 你相信我 不是你想的那样 请你相信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让我拿什么相信 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当 想怎么样 冲着我来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够了 哪那么多废话呀 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好 伯涛 咱们瑜伽世代清白 要是让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给毁了清誉 我看你将来怎么去见瑜伽的列祖列宗 好 女伯涛 野男人都照上门来了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哪 啊 不要 美人 在 把他们绑起来 关键柴方 明天送到祠堂 听候宫审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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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放你点 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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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 我 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别人不相信我 你也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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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涛 你都想清楚了 不后悔 客人一旦被送进祠堂 按照族里的规矩 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这是他咎由自取 谁也救不了他 按照族里的网站 你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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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子 别娶你了 是葛萄让你来救我的事吗 他相信我了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薄涛不知道我来 别问了 都什么时候了 赶紧走吧 二太太 为了救我们 岂不是连累你来 我过不了那么多了 我被责罚事小 可是今天晚上你们不走 明天组里的长辈 绝对不会让你们 活着离开临城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 老太婆太把握 我心里一直对她不满 我帮你 也等于替我自己出口气 难道 难道你一点都不恨我吗 没错 我是嫉妒你 可是说穿了 我们都是余波涛 花钱买回来的女人 谁知道今天的事 改天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是同病相恋 所以我要帮你 好了 别犹豫了 快走吧 我在江北已经安排好了传志 你们今天晚上就要离开临城 走得越远越好 不不 我不走 我没有做对不起博涛的事情 真心不怕火烈 妹子 你 你怎么就那么天真的 一旦进了祠堂 你就等于被打入了十八岁地狱 永远不得翻身 你知不知道 咱们临城江里 有多少像你这样的冤魂呢 我宁愿死 我也不愿意背负 不真不解的罪名去逃跑 不 我都说破嘴了 你怎么还不听劝呢 快走吧 天就要亮了 走吧 如果真的要死的话 那我也不能坏了名声 你 既然你一定要求死 谁也阻止不了 就当我没有来过 二天雷 恭喜你把刀刑住 有机会 我可好好报答你的 好了别说了 快走吧 路上小心啊 是 波涛 天亮之前 你要改变心意还来得及 波涛 你心里的苦 我能理解 但是 我不得不提醒你 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尊严 而造成终生的遗憾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凭什么相信可人事 是清白的 你呀 你是被愤怒冲昏了头 钻进死胡同里了 你冷静地想想看 为了金举班的开班 可人和丁师兄 几乎天天见面 有什么话 他们不可以当面说 非要写信不可 而且还派人送到府里来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波涛 你要三思而行 勿枉无纵啊 波涛 波涛不好了 大姐 可人和他那个聘头 跑了 这是哪儿啊 可人 别怕 我们这就离开临城了 张家 我们走吧 华为 您站稳了 师兄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你现在逃命要见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不会离开瑜伽的 传家 师妹 赶快把船撑回去 赶快啊 师妹 你快跟他说呀 让他把船撑回去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走 真的是跳泥江里 都洗不清了 师妹 师妹 你清醒点好吗 现在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眼睁睁地 看人力气送死啊 传家 你把船撑 你把船撑回去 师妹 咱开来 咱开来 三太太在那儿了 三太太在那儿了 可神奇 放下来 杀你怎么回来了 上船 胡说什么呢 还不赶紧把那条船拦下来 这三晨半夜的 码头一条船都没有 是啊 这怎么过去啊 我不管 自己想办法 赶紧 无论如何把三太太太带回来 把他带回来就送到祠堂 闹得满城皆知 这样对咱们瑜伽好吗 波涛 你倒是开口说话呀 你现在和瑜伽 他们根本就不会放过你 那你就知道了 传家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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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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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赶快救人 听见没有 快救人 快